刚才跟您通视频的姑娘 是我女朋友 上来了 你们全都在呢 太不够意思了吧 趁我不在就吃团圆饭 对啊 替你偷吃了 今天师娘做的菜啊 绝了 你还故意气我是吧 真行 小果 来 过来 你快把手机给贺老 行 小果 拜拜 怎么了 明明见 姐 请我妈给你 贺老师一杯 有人想见 你好 贺老师 这个姑娘你还有印象吗 她小时候跟着摸小冬 一起去过赛场的 是吗 看着脸记不清了 跟小冬 是孟家的孩子啊 对 她是莫小冬的表妹 叫英果 你好 贺老前辈您好 我是英果 你表哥今天在赛场上的表现 也不错呀 你替我问他好 好嘞 我会跟哥哥说的 那个 贺老 您身体怎么样 我妈妈在家一直问您呢 我身体很好很好 谢谢啊 你 你妈妈是 体育局的吴老师 吴浅 对 吴浅是你妈妈呀 你妈妈人很好啊 你妈妈人很好啊 工作努力 我记得她刚做裁判的时候 我和她逛过市啊 你妈妈努力工作 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事业型的人呐 所以你做女儿的 要多体谅你妈妈呀 会的 我 我这么多年 我也都习惯了 那个 您保重身体 有机会我跟妈妈 一起去拜访您 好好好 谢谢你妈妈啊 贺老师 我们要去训练了 好 赶快去训练吧 抓紧时间训练 早日为国正光 拜拜 瞧给你紧张的 那可是贺老啊 这算是第一次见家长啊 你都不跟我讲 直接介绍我视频 我知道啊 所以我也没有自作主张 介绍你嘛 不过 那边那位会不会介绍你 那我可就管不了了 刚才跟您通视频的姑娘 是我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她在电话里头 所以 我也没准备 交女朋友了 好啊 好啊 那 我刚才看啊 一看这孩子就是个好孩子呀 你忘了 她是九球的顶梁柱 刚拿冠军的 就 就是小六回来的那个月 那个比赛我还看了呢 小姑娘挺厉害的 我忘了 我 我 我刚才没 没 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表现不 还行 是个好爷爷 放心吧 表现良好 好 良好 良好 这个 我说句 你不大爱听的话 小六 没有 师娘 您说的我都爱听 就跟小瘦一样 不用顾忌的 你看 你现在有了女朋友 这 也不知道 你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将来 你们要见家长 你家里没人 要不 你让我 和你老师一起去 你 不用一号啊 小六 是个认真的孩子 我看刚才那姑娘 也一样 既然你们两个人 确定了恋爱关系 这两个家庭 多走动 也是应该的呀 对呀 对 叫姑娘来家吃饭 再约上吴浅来家吃个便饭 对 我记得过春节的时候 他还给你打电话拜年呢 人说要上家里来看你 你不让 咱们呀 现在约人家 对 让吴浅来 其实 其实我们俩还没有公开呢 没公开 对 为什么呀 把大人打扰你们 他们家 因为我退役的那些事情 不太喜欢我 这少年的时候谁没轻狂过呀 早过去了 你慢慢来 对呀 小六 再说了 你刚刚回国复出 我相信等时间久了 自然会让人改款的 日久见人心嘛 对不对 这事别放在心上 来 喝酒 来 干杯 干了 祝你交女朋友啊 来 小六 日久见人心 干了 对 想给吴浅打电话 啊 小六的事让他慢慢来 你给公开不太好 我又没糊涂 好 你去跟其他人交代一下 不好意思啊 就接个电话 请啊 好 好 喂 贺老 小五啊 我给你打电话呀 没什么事 就是我看了斯诺克比赛呀 想起你了 贺老 我也是 想到您了 还说等比赛正式结束后 我工作高于段落 过去看您呢 谢谢你老惦记着我 小五啊 我可是随时欢迎你 到家里来玩啊 贺老 您找我真没什么事吗 如果有任何我能做的 您尽管吩咐 没事 我就是想问问 这次成绩出来了 你 你都看了吧 看了 您的两个徒弟很优秀 很争气 是啊 特别是小六 很争气啊 他和过去不一样了 长大了 成熟了 沉稳了 他过去啊 是犯过一些错 你要对他多包涵啊 贺老 如果您担心 因为过去的事情 我在赛场上为难他 绝不会 您敬请放心 我放心 我相信你不会的 怎么说呢 小吴 我对你还是了解的呀 呵呵呵